A6 3 K01 A1 好 我來看一下這題喔 求多少 求FS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實喔 在看這題之前 如果說你等一下聽不太懂老師 你在做什麼 所以建議大家喔 你先去把這個 A6 3 K01 A1 這個單元 先去把它看一遍 好不好 你在聽這邊會比較了解 這樣行不行 好 我們看一下喔 這求最大最小值怎麼算 好 我們看這個FS 一樣喔 這是一個式子 有幾個位置數 兩個 有cos 又有sin 行不喜歡 不喜歡 我們轉換成一個好不好 你要把sine轉換成cos 還是把cos平方轉換成sine平方 我一再強調sine cos有什麼關係 有平方關係 要平方才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老師建議大家把cos平方轉換成 1-sine平方 這樣行不行 之後你再把這個2倍沉進去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變成-2sine平方 加上3倍3s 再加幾 2 這樣行不行 好 寫到這邊 好不好 整理到這邊之後 題目重點要求什麼喔 求這fs最大值與最小值 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這邊 這邊像不像 像什麼喔 像我之前學過 二次函數 y等於as平方加bs加7 像不像 像吧 我們 我們只是以前寫起 寫aks 對不對 這時候這裡面寫起 寫sineaks 所以意思有沒有一樣 一樣吧 這樣聊角色意思吧 好 我們以前學過 二次函數 求最大值最小值值 它往往出現在 什麼點上 0點上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你啊 求第一點有幾種方法 有兩種 可以用配方法 也可以用公式法 這樣行不行 有沒有印象 好 問題來了 老師想請問一下 所以說今天 求這個四者 最大值最小值 麻煩你 要把0點桌標給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好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數字好不好算 這時候數字其實齁 假如說你用配方法來講的話 配衰會不好配 這樣聊角色意思吧 所以說這時候用0點 老師會建議大家 我們直接用公式法會比較好算 這樣行不行 可以 當然如果說你要配方也可以 知道嗎 只是這時候 這一題用配方 數字會有點醜陋 好不好 所以說老師會建議大家 我們用公式法來算 行不行 0點做到怎麼算 麻煩你這次用公式法來算 來0點做到自己 s自己 負到2a分之b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時候 這個整個3s自己 你就帶公式負到2a分之b 行不行 把a用負二代 b用三代 帶進來 變負到負四分之三 所以3s算出來自己 四分之三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fs怎麼算 麻煩你代公式問題來 帶這個好不好算 帶這個好不好算 不好算 所以說老師 建議你 我用公式法實是這樣子 我把3s用負2a分之b算出來 算出來是這fs怎麼算 你直接用四分之三代進去 這樣就好了 所以4分之三平方 16分之9 乘負2 負到8分之9 3乘4分之3 4分之9 再加2 這樣行不行 把它算出來就8分之25 這樣子就可以把頂點桌標算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其實我們公式法 求頂點也蠻好算的 3s自己 你就直接負到2a分之b算出來 算出來是直接帶進去 fh就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 好 起到這邊 我們去把頂點桌標也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但是問題來了 題目雖然沒有講 但是要自己知道一件事情 對賽來講 不管這x角度是幾度 它永遠都使人借1到幾之間 負1之間 對吧 所以說其實這一瓶 對吧 求最大最小值 它是有範圍的 我範圍的範圍只能借1到-1之間 對吧 求最大最小怎麼算 因為只能借1到-1之間 所以說最大最小 只麻煩你把範用1帶 範用-1帶 去比大小 這樣行不行 因為只能借這段嘛 所以說這段1和-1帶進比大小 再觀察 頂點的賽事起 4分之3 有沒有在這段範圍之內 有 所以說再把頂點帶進來 知道嗎 因為頂點可能是最高點是最低點嘛 這樣了解老師意思吧 所以說頂點有在這段範圍之內 就把頂點再帶進來 把這三個比大小 這樣了解老師意思吧 可不可以嗎 好 把占用1帶帶進去 好吧 直接占用1帶-2加3 1加2 算出來FS事情3 把占用-1帶-2-3 負加2 算出來是-3 把占用3分之3帶 其實需要帶嗎 不需要 因為剛才帶過了 對吧 剛才就帶過了嘛 算出來事情 8分之25 就是剛才頂點嘛 之後麻煩你這三個比大小 8分之25 最大就是最大隻 負擔最小就是最小隻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把這裡 把這樣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這樣再繼續下去 OK